不管是家長或是教育工作者 我自己定位教育工作者跟家長都叫做陪伴者 就是我們是陪伴在孩子身邊的 我覺得要有一個好的心理的建設 什麼叫好的心理建設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帶的孩子 從六歲一直到三十歲都有 那這麼多年下來 而且很多孩子跟我在一起 可能從小學一直到高中 大學甚至到大學畢業 我長期的觀察發現其實很多時候陪伴者 已經受不了的就是尤其在學習上 很多時候就是小學高年級 不然就是小學要升國中 原本非常堅持喔 花了所有的精力 希望他能夠改變 投入大量的資源 希望孩子能夠有變化 但是最後到了小學高年級 甚至到初中 就呈現跳水式的放棄 真的是跳水式的放棄 所以我跟這群孩子在一起 我的感受是這樣 孩子的進步 不是我們完全可以預期 不是百分之百可以預期的 很多孩子的進步比較像是爬樓梯的 他可能停在某一階不動 但不代表他未來不會變化 那你會說那這樣不是很消極嗎 好像我們都沒有辦法預期孩子的改變 請注意讀這句話 不完全可以預期 這個經驗還是教會我 提醒我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該做的事情只是 做好一個環境當中穩定的支持 環境當中穩定的支持 我舉一個實際的案例好了 我在大學的時候 開始帶我第一個個案 其實就是在大安區 從帶一個個案開始 後來帶一整個安親班的個案 然後開始帶一整區 一整個學校裡面 很多的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都是我的學生 然後到工作室剛成立的時候 我其實會教游泳 我為什麼教游泳呢 因為很多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他找不到適合的游泳教練 那個年代 大概八九年前 所以我特別去考了救生員 考了游泳教練 為了教這群小孩游泳 那我還蠻有自信的 我教游泳其實很快 就可以讓別人學會 就最基本的自由是 很快可能兩週三週 就可以讓一個 完全不會游泳的孩子學會 而且是特教的孩子 但是就這麼巧 就是北小 然後龍門的一個孩子 那一年我暑假七月教他 不會 八月教不會 每週大概有兩次這樣 然後我是一個 只有暑假才游泳的 因為我蠻怕冷的 所以我冬天是不游泳的 九月教還不會 十月教還不會 已經四個月對不對 已經突破我的紀錄 當下其實我非常挫折 就覺得怎麼可能 只會教那麼久 還教不會這樣 然後加上天氣也變冷 天氣也變冷 我就開始覺得有點 信心有點動搖 但是這個孩子很堅持 他想要繼續游 家長也很堅持說 老師你就帶他繼續游 不要有壓力 你就繼續帶他玩水這樣 我還因為要教這個孩子游泳 我從龍門國中游泳池 換到大安高公游泳池 因為大安高公水比較熱 我就換了游泳池 因為真的太冷了 後來交到十一月 十一月的某一次的練習的過程 當天我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完全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就在那一次的練習當中 這個孩子就學會了 當下我是很感動 我在游泳池都掉眼淚 為什麼掉眼淚 因為終於不用再游了 對不對 就學會了 就解脫了 不是 其實是真的很感動 我當下最大的體會就是 其實孩子告訴我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該做什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那麼多的挫折 有那麼多的不如你的預期 但是如果今天你不做了 你放棄了 那還有嗎 就沒有了 我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 我就是穩定的陪伴他 去做練習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 不只在游泳上面 在學習上面也是一樣 包含在情緒的控制 只要用對的方法 有足夠的時間 我覺得孩子就會爬過 那一個階梯 他在沒有爬過 那個階梯的時候 他其實在蓄積的是 自己的能量 OK 我快速的分享一下 我工作室做的事情 可能會有人很好奇 為什麼會有特殊教育工作室呢 因為我的同學學長姐學弟 每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應該都在學校服務 都在學校當特教老師 只有我比較不務正業 就是畢業之後 就創了我的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叫做討喜 那討喜取他的諧音就是 討人喜歡嘛 那為什麼叫取討喜呢 因為我輔導的很多個案 很多孩子其實非常不討人喜歡 在家裡面是 爸媽跟爸媽可能有很多衝突 在學校可能是老師 非常頭痛的學生 那我希望透過工作室的 輔導的方案 讓這群孩子能夠 找到跟他自己 特質和平共處的方式 讓他能夠融合 融入在這個環境當中 那我成立工作室的那一年 其實我就寫下來 就是我希望能夠 工作室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啟發潛能 不放棄每一個 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所以從工作室成立到今天 我不挑個案 我從來不會因為 學生的狀況 我就不讓他來上課 不挑孩子的特質 那我帶的孩子 主要是6到18歲 學齡內 但也有Range 真的超過18歲的 包含在大學的個案 因為我的碩士論文 研究的是大學的特殊教育 在台灣的法規的保障下 很多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他可以念到大學 在大學也有資源教室 去提供這樣的 學生他所需要的服務跟協助 所以我輔導的個案 也有到大學的 甚至到大學畢業就業的 工作室的課程 包含個別化的學習 混零的上課方式 好像今天整天 我工作室的學生年齡層 是從6歲 一直到最大是25歲 就是從準備念小一跟大學生 這個Range都有 是混零的教學 那在混零的教學裡面 我覺得我可以看到的是 當孩子付出他的能力 去協助別人 他就會變得有自信 尤其年紀大的孩子 去帶年紀小的孩子 能力稍微好一點的孩子 去協助 能力還沒有這麼好的孩子 孩子的自信心的培養 不是透過你去稱讚他 而是他真的去付出他的能力 他去做到了某些事情 所以我跟他說 那個大孩子 20幾歲 他在我工作室 我還有給他公讀費 他來上課 我還從他的輔導費裡面 扣了一部分的費用 給這個孩子 我說你來我這邊 你當作來打工 但其實過程當中 我在做一件事情 我在讓他培養他的能力 去付出 培養他的能力 去做課堂的很多的協助 因為他是有這個能力的 OK 我的工作是週五 會讓孩子來住宿 那住宿的目的其實就是 我會讓幾種孩子來住宿 一種是生活治理 需要訓練的 再來就是青春期 可能跟家人有很多衝突 跟父母親有很多衝突的 他週五來住 住到週六的中午 然後中間有一些輔導的課程 我寒暑假 有非常多的營隊活動 像今年八月 我有四個營隊 兩個在彰化 一個在上海 一個在廣州 有四個營隊活動 應該每一梯次都額滿了 每一梯大概平均有三十個 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來參加 然後都是離開家 沒有父母的協助 就獨立跟老師們一起在 自然的情境當中去做訓練 那會辦這些活動 你剛剛看到這些所有的方案 都不是我突發奇想 或是我很有創意 想出來的 都是因為孩子的需要 就是我在跟這群孩子 相處的過程當中 我感受到他有這樣的需求 為什麼我辦營隊活動 因為我帶的孩子 他沒辦法去參加 一般的營隊活動 所以營隊活動 是從我工作室第一年開始 我就開始辦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家長 尤其在這個時間點 現在暑假 他都跟我說 我的孩子送出去外面的營隊 第一個有可能 別的營隊不收 再來去了一天就被退貨了 前天我還收到家長的訊息說 我孩子去參加一個營隊 結果就在那邊翻桌了 就是生氣了嘛 玩遊戲生氣 就把桌子都翻掉了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開始辦營隊的活動 這幾年其實有越來越多 我協助的對象是拒學的狀況 孩子他不願意去學校 或是他很抗拒害怕去學校 所以我的工作室的服務的項目 跟我所做的一些課程 是這些